大家好我是之內 沒想到爽望竟然迎來了第三個合作 也就是關於我轉身變成史萊姆這檔式的合作啦 這次的合作角色一樣是三位 我們來看看他各方面的介紹吧 這個合作一樣分為上下半場 上半場角色是利姆路 也就是轉身史萊姆的主角 屬性是水屬的近戰 主隊能力為近戰攻擊加50% 攻擊非常類似死神和娜 不過二技變成短距的瞬移 而且會造成周圍傷害 五星能力也是很雷同 當血量歸零時會立即恢復5% 並且在3秒內會回45% 但由於沒有無敵的效果 應該是比較難用這段時間來應拼 這也是兩人有所差異的地方 專門部分可以讓他在擊中時 有50%的機率可以增加40%的TPS傷害 並且減少水屬性抗性30% 同時使用大招時 還能增加隊友30%的攻擊5秒鐘 在我們進入競技場與羅馬之前 先來看看這次一起新增的另外一名合作角色 珠菜 這邊一樣先用我Wiki找到的一名 他是火屬的輔助 也是本次的免費合作角 主隊能力是CD時間加速30% 攻擊需要蓄力 可以蓄到最高140% 攻擊是一直線的模式 當攻擊超過一定次數以後 就可以累積一次2技能量 2技使用時可以幫周遭補血 並且消除霧面效果 能量是可以累積的 效果也會隨著等級而變強 最高可以累積到3技 5星能力是可以讓他在受攻擊時 增加傷害抗性30% 而且讓蓄力滿的普攻擊中敵人時 攻擊會增加20% 同時還能沉沒被擊中的人2秒 專武則是普攻擊中時 可以增加全部隊友的防禦30%5秒 並且被打到的對象會標記 當這個標記會持續3秒 如果珠菜的下一次攻擊 打的不是被標記的對象 那麼這個標記就會炸開 並且重新傷害 但如果超過3秒 就只是消失而已 那麼兩個角色都介紹完了 來看看他們對於競技場 等場合的應用如何吧 首先是PVP 在PVP的部分 補師的珠菜可以先在一旁等著 而利姆怒則稍微受到歡迎 主要是他的復活機制 讓他在競技場稍微有一些有趣的戰法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他和那太類似 因此就比較沒有獨特性 在羅馬的場合 兩者就沒有很受到防禦隊的歡迎 利姆怒方面 主要是因為他沒有太多針對羅馬的設計 能力上也都大多是用在自己身上 就比較不符合羅馬的需求 珠菜雖然是羅馬目前蠻需要的補師 不過有一個致命缺點 就是他的補血能力範圍是以自己為中心 一階段只限置身周圍一小圈 就跟老闆娘之前的缺點幾乎一樣 但也不是說他不能用 而是更好用的在他前面有更多而已 所以如果你手上角色沒有很多 那還是能選擇的選項之一 再來是討伐 一樣我們補師就先讓他休息一下 在討伐方面 利姆怒一樣佔得上風 由於剛剛有看到 他主打的能力之一是降抗 這樣自然就是討伐對象的人選 不過在這邊的能力 一樣強碰了另外一個水屬的成員 也就是白色小孩的大部分效果 同樣也是加近戰攻擊 也同樣有降水抗 而他們的能力是沒有辦法互相疊加的 因此也就大概是二折一的局面 考慮到兩個人帳面能力沒有差太多 所以就是看手邊有誰就上誰 兩個都有就任意的局面 在共鬥的部分 可能利姆怒會比較有機會上場 不過他的能力並沒有到很適合共鬥 所以也就不太推薦了 最後總結 利姆怒基本上應用的場合會是討伐 有隻降水抗可以加入近戰隊的能力 其他部分雖然也有PVP的門票 但如果是想玩死亡後 靠復活硬扛的戰術 他的這個復活能力 是完全比不上漢娜與吸水鬼的 有沒有無敵真的差太多 基本上是比不太上的 重要能力評價大約3顆星 考慮到活動限量 可以外掛一顆星乘四星 而珠菜也就是比較適合走主線了 但畢竟是免費角色 還是建議大家都把它收回來才是 角色大致上就先介紹到這邊 再一起合作要記得打活動短線 以及每天的活動列骨 才有機會把免費的珠菜帶回家 所以我們來看看商城 一進來就可以看到5000鑽的綠槌和固定石包 之前幾支影片沒有特別提 那這次就特別提醒一下 人力所及的話請盡量拉下來 這是對你未來很有幫助的一個槌子 不過因為接下來又有兩波合作 我只能祝你40抽合作畢業了 禮包部分 合作禮包1 1500鑽 5個控制器和其他雜物 鑽比0.1 不是很推薦 建議略過 合作禮包2 3000鑽 10個控制器和雜物 鑽比也大約0.1 跟剛剛一樣 建議略過為微妙 再來合作禮包3 6000鑽 20個控制器 鑽比還是0.1 這三包都沒有到很推薦 可以的話避開會比較好 再來是合作禮包5 100控制器跟一個綠槌 60個洗滴石和100個固定石 鑽比總算落到0.06 如果這個活動期間 真的缺抽抽 請優先考慮這一包吧 接著是合作階段的禮包 只買前三階段的話 鑽比大約0.07 加上後面三階段 總金額會大約到6000左右 鑽比也是0.07 但你會拿到超多鑽跟控制器 這包應該就能讓你自霸活動了 如果你是不想等待的 那麼這包就買下去吧 那剩下的一樣會在畫面上給各位自己看 本期因為是第三個合作 就看各位對合作LIP有沒有愛了 有愛的話前面那些話都可以不用管 通通拿回家就是了 那麼這次就到這邊 我是之內 各位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一個階段的